拿出手机低头划呀划 现代人人手艺机 不管何时何地都要划手机 台中一名30岁的何小姐 因为经营网路商店 生意好订单多 长时间的低头姿势 明明不胖的她 竟然出现了一大圈的双下巴 订230来因为生意很好 所以她经常必须坐在电脑前面 或是在手机前面 另外还有经营她的那个 就是Facebook 那这样的话呢 所以她长期的 因为知识不正常的累积 那她有一天突然惊觉到 她的双下巴出现了 那这样让她感觉比较老 而且心理美观上不好一观 那心理上也有感觉很大的障碍 下巴后面累积了一层厚厚的脂肪 这名何小姐160公分高 50多公斤 算是中等身材 却因为长期低头 让脸部下垂的重力增加 脂肪也因此往下挤压 让法令纹和双下巴等老化现象 提早发生 医师表示 随着3C产品的大量使用 类似案例也比过去 明显增加了两成以上 局部组织的血液循环的速度 跟脂肪的堆积是成反比的 所以经常受压迫的地方 或者造成血液循环不好的地方 都容易产生肥胖 譬如你撤碎 那你会产生一部 两边肢体不对称 那这是颈部的话 因为一般我们知道颈部是活动最大 那它是因为经常在固定时间 一直在持续的使用 它的这个姿势也导致它的双下巴 医师表示 一旦出现双下巴的老化状况 就必须倚靠显微抽脂手术 才能够让皮肤恢复原有的紧实 建议爱美的低头足 每低头30分钟就应该要做颈部的伸展和按摩 让血液能够正常循环 也可以避免滑手机滑出双下巴 记得传播和台中采访报道